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千米深处才可以龙王见上一面 而一般的军用潜水艇浅身不过五六百米 所以如果不是抱着必死的信念 或许你这辈子也见不到龙王的真身 当然天下总是有狗屎运的 当你和小伙伴们在海边亲热的时候 忽然看到有巨龙袭来可千万不要惊慌 记住难得的机会来了 快和小伙伴们一起看龙王 这尊神兽本名叫做黄带鱼 听着实在不怎么霸气 总让人联想起红烧 甘炸 糖醋等碰条手法 当黄带鱼生病或是大县将至时 会有一定几率出现在前海中 甚至被冲上岸 美国加州岸边曾在一周之内就见到了两条黄带鱼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五百万的大奖离你并不遥远 默念心中的号码 也许总有一天你也能召唤来神龙 据记载 黄带鱼早在1814年就登陆了美国 之后有关这个怪物的传说就从没有中断 但直到2006年 一条病重的黄带鱼死在澳洲的海边 这个神秘的深海巨物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据科学家的分析 黄带鱼体长最长可达12米 如果垂直悬挂 这可足足有四层楼稿 利用深海设备 学者们还成功观察到了黄带鱼觅食的景象 据说两米长的骑鱼很轻松就被它搞定了 由于生性凶猛 体型巨大 黄带鱼被误人为大水怪 也就顺理成章 而且它的分布十分广泛 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 甚至地中海 都有它的地盘 所以在全世界的文学作品中 都少不了海怪的身影 由于标本数量有限 我们对黄带鱼还支支甚少 很多所谓的科学分析 或多或少也带有猜测的成分 因此如果哪天你出海 忽然看到一条体长超过20米 甚至30米的水怪浮出水面 请一定记录下这珍贵的画面 因为你成功的粉碎了很多科学依据 让无数学者对黄带鱼的研究 变得一文不值 你将用事实证明 世界上真的有怪兽